我们云端这边的APP设计里面 APP设计里面有个云端白板 那这边外面有个补充资料 补充资料的话你可以把它弹出来 那我会陆续续放有一些相关的网站 我觉得前面我们讲的相关的那个技术 实际上就是从这边几个网站 包含就是它的官网就是这个叫 jQueryMobile.com 那实际上它这个地方 会有个技术叫JQueryMobile 这个JQueryMobile实际上简单讲讲 就是它把那个什么做APP变简单的 一个算是什么呢 一个韩式库 一个等于是这个JQueryMobile的设计者 其实蛮有趣的 它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很年轻的 二十出头税的一个年轻人 就觉得做网页 做那些相关的技术很复杂 它就是把帮大家打包成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也就是设计变得非常简单 点点选选就可以把一个漂亮的APP做出来 所以这个你可以把它点进来 点到JQueryMobile.com 里面的话就会有一个网站 那里面的话呢 就教各位怎么样设计 那里面相关的说明就在这里 API的Document API的Document里面的话呢 就会放一些所有这一个包含就是什么 这个Witch 比如说Witch里面 Witch就是它的原件 原件里面有关相关的使用方法 像Button 按钮啦 或者像什么Checkbox 等等的相关的 通通会放在这边 那如果说你想要了解的话 其实就把它点开来 Button 比如说Create a Button 的那个方法 那这边有一个Button 你们要发现 这边这个按钮怎么做出来了 实际上 各位可以看到 它实际上就是 透过上面的这个语法 可以产生下面的东西 然后相关的东西 不过这个地方是一个英文网站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花一点时间 去把这里面稍微看一下 那这个技术里面所有东西都在这里 但如果你要追根究底的话 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个说明书 当成查询的 那除了这个英文的环境之外 后来发现 其实它好像还有一个是什么 是那个中文版 不过是简体中文版 简体中文版 那一样的话会有一个什么呢 一个demo 然后一个API文档 其实它就是把英文版怎么样呢 把它做个翻译啦 那里面的话点进去也是一样 只是说它是至少 它比英文稍微好懂一些些 而且它也帮各位怎么样 了解一下什么 这个叫JQ Mobile的中枢 然后它里面的组件 其实是原件 还有页面 工具栏 按钮 比如按钮 你也可以去看按钮 什么叫按钮 按钮里面呢有哪一种按钮 然后可以怎么做之类的 相关说明都在这里 那因为呢 我觉得理论部分的话 请各位自己再花一点时间看 那像上礼拜的这个Button 他们印象 其实就是这个语法所构成的 如果你对上礼拜的部分 有点印象的话 其实程式码里面就放这一个 还有其他的东西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把这些通通了解 我相信你要做一个非常漂亮的App 绝对不是问题 那主要会有几个网站 就是刚刚讲补充资料里面的 这个是官网 那下面这个是 那个刚刚讲的中文的 就是JQ Mobile.com 下面这个是JQM API.com OK 这两个 另外的话呢 还有上面这个是 这个这个是一个教学网站 我觉得它做得还不错 不过也是简体的啦 那里面的话有一些教程 就是说教你怎么做 简介 安装 页面 像上个礼拜 我做了三个页面 那其实这边也有相关说明 但是都是比较需要了解程式嘛 但是我建议各位 如果真的愿意花时间的话 你这部分的技术 我想可以学得非常的好 这几个网站 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 这个是教学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 这个 这个是什么 我点进去看一下 这个好像也是网路文章 这个 有兴趣各位看一下 另外还有一个是那个 Linda的教学网站 linda.com 其实我很多 相关的影音学习 发现这里面好像都有 所以有时候的话 我也会从 这个linda.com 里面去找一下 比如说你想要学什么 JQ Mobile 你会把那个关键字打上去 打一个 JQ JQ 然后它也会秀出类似的 JQ Mobile 你就把那个 Mobile JQ Mobile 打上去 比如说你要学这个课程 按Search 它里面也有相关的 不过它这个网站是这样 就是它前面几个章节 是免费可以看 但是后面的章节 就是要额外再付费了 这是一个国外的 我觉得它做了 已经非常成熟的一个教学网站 那这边其实有太多的资源 那但是这些东西要短时间了解 其实不是太简单的事情 那我是把这些东西 里面的重点跟各位做说明 所以理论的部分 我想各位请自行再花时间去了解 那至于这个实作 我教各位都是实际上 是真的做得出来 可是有时候你会想说 为什么会这样子做 原因的理论 请各位自行再从 补充资料里面去找答案 太多东西 那当然这地方的话 你可以从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去稍微了解一下 第一个 相关的教学网站 请各位有时间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这门课 当然以实作为主 所以要做出什么 你就是看到眼见为凭 所以请各位看一下 今天的话就是102的完成画面 这边有个完成画面 也就是说 今天的完成成果 长得就类似像这样 但是也许里面的颜色 你可以不一定跟我一样 但是我希望做出来的 大概会有几个 第一个 首页 我的第一个页面 一定会有一个图放在这边 第二个就是说 我底下会需要有一个导览列 放在上面 那这个导览列里面的话 会有1,2,3 下面的话会有一个什么 一个清单 它叫List View 也是1,2,3 这上面三个跟下面三个 是重复的 不过我希望长得就类似像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当我点了最新消息 我希望看到的话 可以类似像这样子 跟这一样 应该是新书登场好了 假设我点了新书登场 那我会希望说 下面会有一个按钮 是可以下一页 怎么样呢 让它可以一直往下就对了 反正呢 无论是哪一个 刚刚的那三个页面 都会有下一页 就是一直让它下一页 下一页好了 反正就一直往下 下一页 就是一直往下切换 然后它可以一个回圈 然后呢 左上角会有一个Back 或者甚至呢 你上面这边 其实甚至可以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Home 就是一个加的那个图 这个有点不好画 一个Home的图 点进去的话呢 可以回首页 也就是说呢 我们今天的这个练习 原则上会有几个页面 进来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也许叫Home 然后底下 Page 1 Page 2 Page 3 OK 所以 上面的话 有个导览列 List View 进来的话 把资料放进来 上面的话 会有个标题 所以 上个礼拜 教会各位就说 七星真第一个页面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 这个页面的结构 那它会问你说呢 要不要页首 要不要页尾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哦 因为下面的每一个页 都没有页尾 所以呢 你在新增的时候呢 就不要怎么样 不要有页尾就OK了 那其实 我觉得你这个 这个范例 如果做了出来的话 以后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你的履历表 有没有 履历表进来 那履历表里面 一定会分成什么 你的简介嘛 还有什么 你的经历嘛 还有你的什么 自赚啦 有没有 不是把它改一个 里面的话 就把你所有的相关的 封工尾页都放进来 然后呢 再把它传到 那个 Fonegap上面 变成一个APP 会有个QR Code 对不对 那以后你把那个QR Code 复制贴到你的履历表上面 它也去scan之后 然后你告诉他 这是我的履历表APP 那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蛮炫的 目前呢 我想呢 你面试者里面的话 跟你有一样的东西的人 应该是非常的少 如果最好 他里面还可以放YouTube影片的话 那更好 你自我介绍拍一下 用那个手机稍微拍一下 或者是稍微搞血气度的那个 那个拍一下 我想就蛮OK的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怎么做 我想各位稍微了解 那相关的画面 一样我会把它放在这个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就一二三 这里面有相关图 四怎么做 五等等的 这主要画面 我会秀给各位 那最后怎么实做出来呢 我们等一下按部就班来看 OK 好 请各位稍微了解 这个东西的话 都放在我云端上面 包含补充资料 包含这个 这我想各位 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个W3 School 这个里面好像做的都已经蛮好的 比如说怎么做页面 怎么做什么呢 导览栏 其实就是导览列 就我们刚刚做那个叫Netbar 有没有刚刚我们看到那个东西叫Netbar 然后甚至怎么做按钮 这边也都有 只是说它是简体的 不过如果你看简体没问题的话 就大家了解 至少可能应该比看英文 还要来的简单一些些 画面就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